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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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早 是坏消息吧 嗨 一共 擊斃了三名游擊隊員 剩餘的全都跑掉了 還有 山本醫生 也沒有了下落 三部君 你沒有什麼話要說嗎 我 一定要活住這個風情 我倒要看看 他是不是 真的長了三頭六鼻 我很欣賞你的勇氣 希望你不會再令我失望 一定 不會 金口君 命令渡邊少佐 立即趕到這裡 明晚 開出一陣小谷骨類 到駱駝級一帶 進行搜捕行動 記住 我們的目的 不是抓人 太早 太早 您的意思是 我不想在這裡等太久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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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才 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我这不给你送烤红薯过来了吗 怕我们连长看见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 还挺香 谢谢啊 这姑娘 那个电台修好了 没有呢 还是坏的 那我看你刚才那个 你是来监视我的 不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也怀疑我 没有 你听我解释 滚 不是 李姑娘 你 滚出去 好 不不不 别生气啊 别别别 别动气啊 气大伤身 isme 走 现在走了不行吗 给我干嘛呀 看啥呀 别告诉我你不会啊 谁不会啊 这不就就弄枪吗你 这不就弄枪吗你 袁长 这咋弄起来的 你不是会吗 我不这个呀 你再说了你挺好的东西拆的干啥玩意 你会拆 那你会拆这个 我还真不会 你看袁袁长我跟你说啊 这是折磨人呀 谁又折磨你了 梁长 我在做事呢 那个连长我换岗去了 等会儿 这也不是咱地劲 你换什么岗 是啊 不是咱地劲 你不快放 我 我 没啥我刚才那个 你能不能像个爷们儿点 痛快点 我刚才好像 看见李姑娘 好像啊 好像才发报 什么时候 就刚才 其实连长这也没啥 这个电台是坏的 还没修好呢 也许李姑娘就是玩呢 你跟我进来 我去 姐啊 都怪你 你说人家要给杀鸡啊 你还不吃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四哥去找冯队找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 你不着急啊 那你四哥 说啥 再说一遍 回来了回来了 回来了 四哥 你没事吧 没事 啥事都没有 嫂子 四哥那是吉人自有天相 不能有事 啥事也不能有 那啥咱坐哪儿说呗 坐那边 咋样啊 颜颜颜颜 我刚才跟你说啥来着 各物一道 对吧 你转啥词啊 你快点 到你咋样 你别说话 快说快说快说 你让我道歉 我给你道歉 快告我 怎么样 你道歉 这电台是坏的 你确定吗 确定啊 那又啥不确定 你看 它这儿少一零件 就 就少个零件 我就说嘛 人家李姑娘就是拿来玩的 咱大惊小怪了 连长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 这一个电台 跟李姑娘有啥关系啊 不是 你 你确定就少个零件是吗 对啊 它就是少一个零件啊 你看 这俩是一对的 现在就剩这一个了 还有 这线头啊 也不知道谁接的 太粗糙了 这根本就不是专业的技术 你知道吧 是啊 这要根据我的 连长 不是 你咋又走的 你干嘛呀 我这线头啊 还得重新接呢 李姑娘 行啊你了 你酸秋彩 快 快 怎么了 是吧 你们和鬼子遭遇了 好 四哥 喝水 四哥 刘猛子他们呢 死了 啥 联邦你别诈唬其妇 你吓死我了 这打仗这事 四哥人是很正常的 是吧 你吓死我了 那 那啥呀 叔叔 我不是那意思 老舅 你干啥呢 你瞪着我四哥干啥呢 那我四哥我告诉你 干啥呀 你九叔是我干爹 有你这么跟我干爹说话的吗 你九叔 是心里难受 那你以为我四哥心里 就不难受吗 我以为你应该是 你不给我 我以为我 我以为你 我是三哥 是有一个 我以为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坏死的组织已经切除 应该没什么大碍了 他只是个军医 还刚刚救了保罗 他不需要死 满死屎啦 堡死屎啦 干啥 你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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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什么 连长 是这样的 我寻思吧 这电台既然是坏的 那我就应该把这个 给李姑娘送回来是吧 这 这电台坏了 坏了也没法用啊 那我得给他修好 对吧 那个冯队长还没到 你不着急啊 你也不担心啊 那 那我咋办啊 去村口接去 迎一迎 对啊 去接着呀 看着 谁是一块的 那快去 去 连长 这答案不一定 柱子 你去帮我跟冯队长说一声 我在指挥部等他 我找他有事 我 快去 问我 嘘 笑 你妈不是 快去去去 上次人多欺负人少呗 你找个音乐 雷小姐 滚出去 哎呀 李姑娘默契默契啊 小可是不是亲自登门道歉来了吗 道什么歉啊 我有好消息带过来 你能有什么好消息 哎 为了你这个电台 我可是大费周章 哎 我到处求人 终于找到当地的一个游戏队队员 他说 能修这个电台 哎 结果一检查你猜怎么着 你说少个零件 少一个零件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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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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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对 对 对 这 这 这 高人 高人 你醒了 来 这样 雷姑娘 你在这儿看着高人 我现在去通知连长去 啊 不会吧 古岭村是个不起眼的小村 鬼子不可能注意到这里 小心时的万年船 咱还是低玩着点 行 我这就派人去侦察 别惊动太多了 明白了 那你先坐着 我去去就回 谢谢 李章 李章 别去这儿了 打扰什么 好消息 好消息 高人 醒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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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 你这人是个疯了 疯了 疯了 没事 没事 李姑娘 慢慢说 慢慢说 他醒过来就要往外冲 我拉他拉不住的 他就打我 他 他就打我 他能打 醒醒 我打死你 你干吗 够东西 我打不住 给你闹进去 我还打手 我打不死他 你当初在林子里头 是不是你俩说的 救人救到底 送河送到西 现在又要整死人家 我 可 可我没想到 他是这样的人啊 李章 他怎么了 他 他这睡的时间长 他脑子可能睡糊涂了 加上这 认生 这反应很正常 来 过来 我 行 行 行 不用你俩 去陈队长上吃饭去吧 走 哎 队长 不用你了 赶紧滚 队长 冯队长 那咱后会有期了 和邦导行 辑 格纹 打伤的鬼子啊 就交给你们了 哎 可以把他送到 那个据点去 到时候鬼子要是问起来 就说是东晋之队 冯婷干的 冯婷抓了你的家人 逼着你干的 听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但是冯队长 我这次 真的是明白了一点 这个医术啊 是不分国籍的 但是医生啊 是分国籍的 而且我觉得 当游击队的军医也挺好 你啥意思 要跟着我们走啊 你还是干授意吧 一人也行 一兽也罢 只要你别忘了 你还是个中国人 是中国人 就得活出中国人的样子来 叫很根拇铍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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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杨林长 你咋来了 我听着顾下说你在这儿 快过 我把饭给你捡来了 小伯母这伤员 刚才醒了 情绪有点不稳定 我在这儿照顾给你 是吗 要不要让温星长再过来看一看 不用 一会儿醒了再说话 好 那咱先吃饭 好 人派出去了吗 放心吧 刚刚派出去了 方圆无礼 只要有鬼子来 咱立马知道 来 吃饭 来 你也坐着吃吧 好 雄主 干嘛呢 吃饭了 不吃了 你这都走吧你 怎么了 跟谁置气呢 滚蛋 好赖不知 你干啥去 你管得着吗 你看你这人 我刚刚跟你开玩笑呢 咱俩这关系 我问问你都不行了 我啊 上山打点野味 干啥 打野味 对啊 给杨练长他们尝尝鲜 你说你这人 平时我在这的时候 咋不见你给我打野味啊 不是 你一个大头兵 你吃什么野味啊 我觉得你窝头就不错 全是你闹 你来的就美好 打野味 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 你等着 你等我当上东晋支队副队长的时候 我天天让你给我打野味去 笑一眼 不是 谁叫我呢这是 好有人说我 那一定是嫂子心里边念叨你为啥 四哥 是吗 那必须的 四娟 到后边帮我看着点 行 你放心 放心 四哥 联方 联方 马思尔滚回去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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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副队长不容易 又得顾前又得顾后 是是是 你说这帮人 太让四哥糟心了 你明白是不是 去帮我照顾嫂子 行行行 四哥你也留神啊 欸 冘官 岚 总队长 冯队长 咱们这儿是去哪儿啊 黑松林 那不是往回走了吗 不是 冯队长 我有知道往哪儿去的全力对吧 冯队长官 冯队长刚刚跟鬼子交给你 所以现在鬼子一定会在附近扩大搜查 我们现在必须要绕一个大圈子 才有可能安全到达黑松 可是这么绕来绕去的 多耽误时间啊 你要走就走不走滚蛋 再探娘多说句废话老子病 别总跟我这么说话 绕他绕去的 多耽误时间 冯队长官 我知道任务很重要 你也很重要 但我们首先是一个人 冯队长刚刚牺牲了自己的战友 请你多担待他一些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平安到达黑松林 我跟你说 沈队长 嗯 这是个啥人呀 你的部下 就是一村别 杀了一些二狗子和鬼子 最后让日本那小鬼子追杀 我们班倒是碰上了 就给救下来了 杀了一些 十几个呢 这能耐可不小啊 所以我一想 干脆带你这儿来吧 治好了杀 这就跟你们行动对了 嗯 这个好 这个好 我们行动队啊 就是要有能耐的人 要不要歇一会儿 一会儿 找个安全的地方先住下 天亮了再走 黑松岭地势复杂 咱们到那儿天已经黑了 一来不安全 二来很难跟李川柱联系上 天亮了再早踏实 好 刚才我有点冲动了 谢谢你 应该是我们谢谢你 你就说不用走太快 冯队长 我有个事情一直想问你 说 玛丽是谁 行就给你留着了 陈队长 说话可要算数啊 这个能人 我可是要定了 放心吧 人是你的了 跑不了 醒了 我去要求卫生医院 不不不不 有我在呢 没事 这可不行 他现在可是我行动队的人 不能有一丁点的闪失 行啊 没事吧 还记得我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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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青湾绍卡 我们救的你 嗯 嗯 家哪儿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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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说不了话呀 那没关系啊 说不了话也没事 来 起来 来 起来先吃饭 说不了话也得吃饭 来 过来 吃点东西 鞋子 怎么打枪啊 好像是小口 搁 怎么回事 没打枪 没事 走火了 怎么这么不小心 你干吗 你练拆枪呢 我说李山柱 你可真有一套 拆枪你都能给拆走火了 我告诉你啊 你再拆枪 先把那个弹啊 退下来 好不好 退 退 这小姐 咱们还是先躲一躲吧 这玄珠兄弟这身手 万一再走火了伤到你 可就不太好了 我看行 走 不是 我退了 我 我 我 行 行 行 别拆了 我去吃饭 你就走 我不饿了 别拆 他们咋回来了 队长 哪儿响枪 没你没事 该干啥干啥去 不是 我们这儿 没没没 那个 我突然又饿了 没事 没事 回去吧 我们吃饭去 走 走 走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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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回 回 走 走 扯菜 命令部队 理解后撤势力 车队的时候 足以速度和隐蔽 台所 我们不等缝体 和飞行远了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事 先把男丫头 送给猛兹的 猛兹这几天 常拿出来看看 队长 把他还给马思尔吧 孟子 不该要的东西 你就说 你是孟子的恩人 这是孟子 唯一能够留给你的东西了 留着吧 我欠孟子的 孟子是我的恩人 那年 小鬼子进了怀德县 孟子凭死要打鬼子去 他娘就死活不同意 孟子 一根筋 杂劝都劝不住 他娘后来就找到我说 让孟子跟着我 他放心 我就骗孟子说 他家欠我的钱 要用三年时间来抵战 三年 还差十四天呢 十四天 这三年里 孟子受了不少委屈 我经常给这帮孩子说 我说你们于是要冷静 不要往前冲 不要往前冲 要保命要紧 保命要紧 为了怕 李大王怀疑 我就忍气吞声 凡事都议了李大王 多少次啊 多少次 枪临丹羞的 都是孟子 救了我这条老命啊 是我献孟子的 队长 有一次 跟着鬼子去扫荡 李小说 不说了 冯婷不会让孟子白死 不说了 我不说了 我们在哪儿 我们在哪儿 你 你不发烧 不发烧 杨队长 怎么样 小王他们回来了 放心吧 周围没有发现鬼子的踪迹 冯队长他们到了吗 也没有 这么晚了 估计他们今天不会来了 这黑松岭 地形复杂 容易迷路 我想冯队长也知道这点吧 那我先回去了 你也早点休息 好 明天我让小王他们再看看 队长 队长 弄好了 那个 亚伯把咱们的同志给打了 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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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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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跟我说两句 亚伯 你给我冷静一下 冯队长 你们也是 能动手就别操操嘛 你胡扯八道什么你 我给队长 我 怎么回事 队长 咱俩人在屋里面照顾他 他却打人 你看 这人给打得 真惨啊 队长 亚伯 你怎么回事啊 那同志都是照顾你 怎么还动手呢 行了 没什么事先进去 先进去 去 来 连长 不好意思啊 冯队长 看来这个哑巴只听你的 我这个小庙 供不了这么大的神了 我供姐没什么大事 主要是她这个说话呀 说不清 肯定是跟这位同志发生了误会了 误会了 我向她向你们道个歉 行了 天不早了 都回去睡吧 小龙 从头有人指手吗 有 大齐带着人在从头呢 杨连长 那我先回去了 对不起 走 没事吧 连长 连长 真是岂有此理 这个哑巴业太胡闹了 我得跟他谈谈去 你跟他谈啥呀谈 谈啥 不行就让他滚蛋吗 让人家留下来的也是你 现在又让人家滚蛋 你到底要干吗 我 那李姑娘呢 啥李姑娘我哪知道哪去了 连长 我先回去了啊 你小心点那个哑巴 你为什么打人 啊 问你也是白问 行了 别哼哼哼 睡觉吧 没事了 睡觉吧 没事了 睡觉吧 睡觉吧 太子 都病惨做到了 命令她 原地带命休息 等待田梁的战斗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起来吧 该出发了 老尼笑 看见韩上卫了吗 我刚睡着了 没注意 要不 不用 别伸张 我去找找 一会儿你带着大家从这条路走 我会追上你们的 好 我回来 这就是很容易 我走了 我走了 是 我走了 我的想法 我都是这样的 我的想法 我走了 我走了 但是我走了